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本节课的所有程序了 在绘制马路的过程中 我们是用了实心矩形来进行的绘制 但其实在工具栏中使用其他的两个功能 相搭配也能实现绘制土地的效果 同学们可以刻下自己实验 看看功能间的组合能否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吧 同时我们用本节课所学的知识 自己再绘制出一个小松树吧